大家好,我是大兄 之前老师跟大家聊一些国外的都市传说 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课回 来聊一个我们中国的都市传说 天启大爆炸 因为当时发生爆炸的位置 就在公布存放火药的王工厂附近 所以说它也被称为王工厂大爆炸 那这时爆炸有多厉害呢 据估计当时有两万余人被直接炸死 两万间房间直接被移为平地 爆炸的威力约为一到两万吨TNT炸药的当量 也就是说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 金城石驸马大街 有一个五千多斤的大石狮子 竟然被炸到了五六百米外的顺城门之外 所以有关天启大爆炸的原因 至今仍然困扰着历史学家和科学家 有人认为它可能就是王工厂的火药爆炸而已 而有的人则认为它是陨石撞击 甚至更有人认为它可能是明朝 就已经有人在研究核武器了 所以说这次爆炸还与三千六百多年前 发生在印度的史丘事件 和1908年6月30号 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 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翻开历史 分析一下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发生在394年前的公元1626年 很多人对这个年代可能说没有什么概念 当时正处于明朝的末年 而当时的皇帝就是那个著名的不管江山设计 整天沉迷于做木工的皇帝明熙中朱游孝 如果说你没有听过明熙中也没有关系 大奸臣魏中贤 我相信大多数人肯定都有所耳闻 而天启大爆炸就处于他们那个年代 而且很幸运的是 至今为止有很多的文献 比如说天变抵操 临时录 卓宗志等等 很多的书籍都描述了当时的爆炸情况 而其中细节描述最多的就是天变抵操 根据天变抵操的记载 在大爆炸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很多不祥的预兆 首先在灾变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干旱 在爆炸发生的1626年又继续的大旱 接着在灾变前的一个月 鬼车鸟就停留在京城的观像台处 昼夜的哀叫 鬼车鸟就是传说当中的九头鸟 也是火神的化身 所以说它的出现 其实也是预示着这次大爆炸的发生 那摘变前14天 5月份既然白鹿灼树如垂棉 日中不散 也就是说5、6月份的时候 本应该像现在这样的大热天 结果树上面居然全部结满了霜 而且到中午都还没有散起 摘变前的第4天 有人就看到前楼门角上面 有车轮那么大一团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青色的火团 摘变前的4小时 地安门守卫的内侍 忽然就听到火神庙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接着一个红色的火球突然冲出了神庙 腾空而起飞向了空桌 摘变前的前一刻 火神庙里的庙柱 也就是照顾香火的僧人 就突然看到火神居然显灵了 并且还在那里跳舞 而就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1626年的5月30号上午9点 突然从京城的东北方 就传了一阵犹如巨龙发出的低吼声 接着一声巨响响起了整个京城 甚至距离京城数百里的山西的大同广邻县 都能感知到剧烈的震动 然后天崩地裂 灵之状就像核爆炸的蘑菇云 迅速就窜上了京城的天空 接着整个北京城被灰烬淹没 犹如黑夜 东至顺城门大街 也就是今天的宣武门内大街 北至行部街 也就是现在的西长安街 西级平城门 也就是现在的府城门 长山四里周围十三里 房屋数万间被炸得粉碎 甚至连街道都辨识不出来 两万余人直接被炸死 特别是王工厂一带 狮骸遍野 简直是惨不忍睹 爆炸的威力之大 甚至直接把城里的大树连根拔起 飞到北京城外60公里的密云 京城石傅马大街 也就是现在北京的新文化街 原来有一个五千多斤重的大石狮子 竟然直接被炸到了顺城门 也就是现在的宣武门外 大臣周济语当天去菜市口 打算买件新衣服 中途遇到了六个友人 于是就停下来行李作义 结果你还没有拜完 头忽然就飞了出去了 而旁边的六个人 却丝毫为伤 在粤区会馆路口 有一个学馆 其中有学童32人 一响之后 先生和学生 巨无忠绩 而当时的皇帝明熙中 正在前进宫用早扇 突然地动电阳 于是他起身就冲出了前进宫 直奔交代殿 躲在了一张桌子底下 才逃过了迎来 而贵妃宫中的器物 也因为爆炸纷纷坠落 当时还处于强宝当中的太子 朱姿炯当日受惊身亡 而且正好当时紫禁城正好是 在大范围的修缮 两千多名工家就因为爆炸 全部都被震了下来 摔成了肉带 而且最奇怪的是呢 不管是爆炸中遇难的人 还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呢 很多都是寸师不挂 刺身裸体 这些人的衣服呢 都直接飘到了20公里以外的西山 同时在30公里以外的仓平校场 衣服、银钱、首饰也都闪落一地 也就是说衣服直接飞到了 离爆炸中心 二、三十多公里以外的范围 到底什么样的爆炸 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而且文中还提到 爆炸中心还是不焚寸木 无焚烧之际 也就是说爆炸的中心位置呢 王工厂这个火药厂附近呢 居然没有任何焚烧的痕迹 所以说按说来 这次爆炸呢 就不可能是王工厂存放了火药 发生爆炸所导致的 因为火药爆炸肯定会引发大火 肯定会有焚烧的痕迹了吧 而且这次爆炸的威力呢 如此巨大 衣服都飞到几十公里以外了 绝非是火药库失事能够解释的 因为根据有关资料说明 王工厂火药库的日常火药 约为2吨 平时的储备量约为1000吨左右 而且当时生产的火药是威力比较低的黑火药 根据之前各种文献的记载 天启大爆炸的中心范围 也就是指建筑物完全被炸的粉碎 人几乎是一点火口不留的地方 大约是1.5公里到5公里左右的直径范围 而根据文献描述 广岛原子弹发生爆炸以后 一公里以内的混凝土建筑全部摧毁 两公里以内的木制建筑物全部摧毁 超出两公里以外 冲击波的威力就不足以使这些木制建筑倒塌了 所以说不算广岛原子弹的核辐射的威力 仅仅只算它爆炸的冲击威力的话 其实和天启大爆炸差不多 而广岛原子弹的当量是1.3万吨TNT当量 这个数字就已经比王工厂的日常储备量1000吨 足足多了28倍 按照王工厂日产2吨的火药效率来计算 足足要生产大约40年才能累积下来这么多的火药 也就是说按照天变底钞的记载 天启大爆炸绝对不可能是由火药库爆炸所引起的 但是这个说法却让有些人非常不满意 因为他们认为天变底钞就是当时的江湖小报 而且最重要的是明朝的证实 明石录里面他们还找到的证据 里面说到 王工厂之变地内有深入霹雳不绝 火药自焚烟尘毕宫 西北一带相连15里血 房屋尽碎 时常中火药降役30余人 净烧时只存一名无二 上面西城玉石 李灿然查报 巨咒 他房1930余间 压死南腹537名 OK 如果按照明石录这样的来说法 确实是火药厂发生的爆炸 总共也就死了几百个人而已 这样说来的话天启大爆炸 也就是正常的火药库爆炸而已 而且一个是明朝证实记录 一个是江湖小报 一般情况下 肯定就相信证实明石录了 但是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天变底朝真的只是江湖小报吗 其实这是很多人的误解 底报是中国古代报纸一种统称 底其实指的就是各地的驻京办办事处 他们的任务就是 即时的把皇家进来发生的情报送到各个地方 所以说底报向来都是具有官方背景的 从信息的采集到传播的渠道 全部都是在皇家领导下进行的 而天变底抄并不是一本书的书名 而是当时各地的府邸针对天启大爆炸的一个总称 所以说天变底抄里的内容全部都是官方背景发布的 不然里面提到的皇帝被震的逃跑还躲在桌子底下 太子直接就被吓死掉了 这么大逆不道的谣言 一般的小报社谁敢写这些东西 他不要命了 在当时这个可是要杀头的呀 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认为军权神兽 所以说皇家肯定会跟一些流鬼蛇神扯上关系 而在这些底报上面自然就写了一些有关神仙 妖怪之内的东西 比如说开头说的火神啊 九头鸟之内的东西 于是很多人就一杆子打死 认为底报就是江湖小报 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他也是有官方背书的 而且恰恰相反的 我个人认为 号称正史的明石录反而更有可能会作假 因为明石录里面记载 他房一万九百三十余间 压死南富五百三十七名 这明显就有点说不通了 除了天变底朝其他文献当中 比如说亲历天启大暴者的太监 刘若仪就写了一本左宗志 那里面就说到 杀死有姓名者几千人 而何户此籍不知姓名者 又不知几千人 也就是说在别的文献当中 少说都有几千人的死亡 但是在这里怎么就突然变成 只有五百多人的死亡呢 要知道在那个地方可是最繁华的京城 本来就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倒了近两万间房间 却仅仅只有五百多人遇难 这个生存率也确实有点太高了吧 完全不是一个可以匹配的数字 而且当你了解到天启大暴者的历史背景之后 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更加的肯定 明时怒来可能是在造假 那当时正是燕党魏忠贤 马上就要彻底解决朝中的忠臣 也就是东宁党的这个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来 天启大暴者突然就来了 而这批燕党一下子就全部慌了 我的妈呀 这怎么了的呀 这是引起了天怒啊 所以说魏忠贤的亲信 施理剑的丙比太监李永珍 都深感恐惧 他立刻就请求马上退营 但是施理剑的掌印太监王提前 就坚决不肯放行 后来在魏忠贤的威胁下来 他才勉强留下继续办事情 而东宁党则认为 好机会啊 这本来在大梁里面 还在坐牢的东宁党的官员 都在想出于后怎么再收拾这些燕党了 这一架肯定就把皇帝给炸醒了 于是他们就不断的跟皇帝说 你不要再亲小人远忠诚了 而皇帝虽然说表面上 又是下罪几兆 说自己不是一个好皇帝自己错了 然后还大受天下 但是内心里面 却反而更加讨厌这些东宁党人士了 你们这么说我不就是说我是一个昏君嘛 于是皇帝后来干脆就全力支持了魏忠贤 结果魏忠贤全亲朝野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此时的魏忠贤表面上看着是风光 但是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骂他 阉挡入国 特别是很多人还依然靠着天启大爆炸 说是天怒 魏忠贤这批人肯定是要照报应的话 所以说当时的魏忠贤 是完全有动机 希望大爆炸看起来是正常的爆炸 而不是天怒 而且以他的权利他也是最有能力能够改变这一历史的人 所以说明时怒或许仅仅只是被篡改的历史而已 就像刚才太监刘若鱼所写的着宗志一样 刘若鱼是和魏忠贤同时期做太监的一个人 后来崇祯帝登基之后就开始处置焉党 魏忠贤也死了 同时也把刘若鱼判了斩监后 但是刘若鱼擅长书法博学多才 于是在坐牢的时候就发愤写书 在监狱里面花了12年的时间 写上了一本寄出自己宫中 苏联建文的笔记《卓宗志》 因为他亲历了天启大爆炸 所以说内容的可信度比较高 但是刘若鱼写这本书的时候 本来就是为了活命 于是他就故意丑化了天启皇帝和魏忠贤 后来才被崇祯帝赦免的罪行 所以说不管是卓宗志 明石录 这些可能都是在人为干预下才写下来的 但是个人认为天启大爆炸 确实是确有其事 因为明朝火药厂爆炸的话 并不是一次两次的 万历21年 万历33年 崇祯2年 3年7年 金师都有火药库爆炸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次爆炸 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却仅仅只有王工厂爆炸 却被传了这么多年呢 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猜想 仅供大家参考 那么这次爆炸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有人就说是龙卷风 正好就解释了脱衣现象了 但是在北京极少出现龙卷风 而且龙卷风不可能发生蘑菇云和爆炸声 于是有人就说这可能是地震了 但是这个就更不合理了 地震怎么会有爆炸声 衣服也不可能被震到几十公里之外吧 而网上最离奇的说法就是 它是核爆炸 说是明朝有一个专门研究火器的秘密机构 那该机构一直进行一项秘密的研究 并是核石焰 石焰的地区就设立在山西大同附近 这里就发现了油矿石 被明朝称为雷石 然后在万历八年也就是1580年 大同的瘟疫大作 十有八九的人都死掉了 而且基本上一家人全部一起死掉了 所以说有人就猜测了 这个其实并不是瘟疫 而是核爆炸所引起的核辐射导致的现象 而天启大爆炸就是雷石引起的核爆炸 但是必须要说明一下 这个说法完全是脑洞大开 没有任何的根据 后来我就查了一下 这个其实是一部小说当中的内容而已 基本上是没那个可能的 而我个人认为 很多人可能忽视掉了灾电发生的前奏 最有可能的原因 我认为可能是球形闪电 上期视频我们也聊到了球形闪电 是一种圆形球状的闪电 通常在雷爆的时候发生 它十分的明亮就像一团火球一样 大小不一 一般直径是15到40厘米不等 但是也有人拍摄到了 几米直径的球形闪电 颜色除了常见的橙色红色之外 还有黄色紫色蓝色亮白色 各种各样的颜色 而且最主要的是 它十分的危险 通常的情况下 它碰到物体之后 就会发生巨烈的暴躁 同时发出巨大的响声 而在灾变之前 整个北京的天气可以说十分的异常 本来是大旱天 接着又变成了双冻天 那这样的天气下来 或许就导致了球形闪电的产生 比如说天边底朝里面写的 灾变前的第四天出现的青色火团 灾变前的四小时火神庙出现的红色火球 或许它们就是球形闪电 只不过刚开始的火球没有造成大爆炸 而最后一个巨型球形闪电 才导致了天气大爆炸 大家有没有注意听下这个球形闪电 还没有发生爆炸时所发出的嗡嗡声 像天边底朝里面形容 在爆炸之前就从京城的东北角 传来的像巨龙一样的轰鸣声 然后球形闪电爆炸 释放巨大的能量 正好也解释了衣服被吹飞到50公里远 爆炸当中没有灼烧的痕迹 当然这些也都是我个人的猜测 仅供大家参考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明 它真正的原因依然是一个谜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 关注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